你知道嗎 有一些感情像的家人 就再也進不了一步 對啊 如何 要怎麼辦 可是每一段子都會變像家人 會啦 其實我跟她們兩個就是不同 對 真的啊 她是向往像家人的戀情 所以妳不是希望 完全像家人的戀情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覺得妳希望改變 好吧 我跟你講 雙子座 要一個男人安定在身邊 但是希望有一個男人 給他愛的火花 然後死去活來 兩個男人囉 對 這一定要兩個 那我現在在走雙子 好可憐喔 妳怎麼 可是我現在也在走雙子座 加油 妳也是雙子嗎 上身 上身 對 但是我覺得兩個是先要找到一個 才能幻想兩個 一個都還沒有的時候 不要想變了 不用想那麼多 然後我在喔 好像有所對的 我覺得在妳們小的時候 這個 家裡有 有像別人講的 比如說千金小姐 也會被 被很寵嗎 我沒有耶 其實因為我 家裡從小 就不是這樣的環境 然後媽媽很樸實 所以我從小也都不是去名校 都是去鄰近的學校 然後跟 我並沒有覺得跟其他小朋友 什麼不一樣 所以妳就一直到了 大了回來才發現 我是千金 到大家開始說名言的時候 才說喔 我算嗎 我算嗎 我覺得妳剛回來的時候 妳是個叛逆的名言 因為名言都要穿得 不過妳現在好了 稍微有點 進入這個 潛規則的名言的裝扮 妳那個時候完全是 妳那個時候有點叛逆對不對 妳覺得為什麼名言 一定要穿這樣子 我就給妳 就這樣 對啦 我那個有想要反抗 但是 我輸了各位 各位 我輸了對不對 我終於在每一張照片後 我想 我還是安分一點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都不會跟我說 她說妳 妳笑可以不要這樣哈哈 或者是 頭髮 應該是 媒體報道 好像每一張照片 她都是 她都是吃牙獵 對 對 像天蠍一樣的 我就 是不是 是的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妳並不想 當一個他們所謂的名言 因為我本來個性就不是很算是 所以因為我穿套裝 可是現在OK啦 鞋子也變細根啦 鞋子也扔掉啦 大家交得好 感染了對不對 是啊 可是穆姐好像從小就是一個 就小公主耶 我好像外表讓人家感覺都是這樣 很波辣 我的個性才像男生嗎 對不對 妳很波辣 不是很波辣啦 可是其實人很有安全感啦 對… 妳聽她講 很波辣 聽起來更可怕對不對 對 我很波辣 OK 我很波辣 我怎麼在波辣 她真的很強悍嗎 其實我在恰伯伯 對 恰伯伯 對… 對朋友不會啦 可是… 沒有 我家人會 妳家人會 對… 我們欺負我派她出去就好 對 派我出去 難怪管理費會跟人家搶家 對 我很哀操 哀操 但是這樣子 交朋友有點難喔 不會 交男朋友還是朋友 交男朋友 會不會比較難 交男朋友啊 不會 因為大家都會先被我外表欠 因為她好像已經上了賊層 就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來不及了 我常常講女生在二十歲的時候 是一個階段 因為二十歲的時候 真的也不知道 天高 到底自己要未來是什麼 其實一切都順其自然 但是女生到了三十歲左右 我覺得會對自己 有一些想法 是 妳呢 我也覺得我三十歲 跟之前不太一樣 就是恢復到名人的樣子 就覺得 那是外表啦 那我反而覺得 我應該要做更多的事情 就不要再繼續 沉沦 叛逆 至少做點事吧 就不要為叛逆而叛逆 不要為了叛逆而叛逆 不過她 微風在她設計之下 其實我覺得你哥哥 雖然是小地方都要注意到 但你比她更厲害 你連廁所都要弄得很豪華 對 謝謝 這你哥哥也願意齁 對啊 我就請他撥個款嘛 對 我說女生為什麼要這麼 去公共藏 為什麼要這麼委屈呢 對 而且到百貨公司 對不對 市裝買得很漂亮的 進廁所髒髒的對不對 對 我很討厭的 你把它弄得像夜店那樣 對 不一樣的感覺喔 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你老哥也是願意花錢對不對 是 其實在你的來講 你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覺得最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最難的一件事情啊 好 比如說 你是 你是 你到已很久的要去上班 或者去哪裡上班 你要變成不是跟家裡 你要跟別人完全一樣 還好耶 我覺得我還滿能融入在不同的場所 對 對 我像個水一樣 我這樣個性上台 我像個水一樣 我其實到哪裡 我也可以跟 小時候就是 我也可以很叛逆跟一群 就是 在加拿大的時候 身邊有那種 像就是 比較什麼幫忙 飛宅 飛宅也會玩在一起 你有飛宅朋友 對 有… 越南的飛宅朋友 對啊 那妳爸那時候不緊張嗎 那妳不知道啊 妳不知道啊 妳現在講好我們就知道 對喔 然後 可以在身邊 可是因為都有哥哥們在旁邊 罩著 對 所以其實 那時候跟他們在一起是有安全感的 對 人真不能冒相 是不是 而且講話聲音 我沒有 我沒有 所以要追妳不簡單 所以我一定要夠男人 要夠男人 夠男人 夠男人 我常常講女生 要喜歡夠男人的男人 但夠男人的男人 有的時候脾氣就不好 妳又不能忍耐 脾氣不好對不對 所以很矛盾 是不是 對 所以還單身 爸爸脾氣好不好 爸爸脾氣以前其實很好 女生什麼意思喔 妳現在不好 現在更年輕 妳叫我 今天爸爸可不要看這一集啊 今天不跟爸爸講到什麼 沒有辦法今天不要看這一集 時間